《美好時辰》 《美好時辰》 《我願高聖場》 《我願高聖場》 《我愛耶穌》 《美好時辰》 《我唱聖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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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美主》 《我唱聖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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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智妹 挥挥手 问一问好 在美好时辰 我愿告神长 我愿告神长 我爱耶稣 在美好时辰 我想神之上 我想神之上 赞你主 靠唱我爱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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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我爱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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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同性能招待 阿里路 阿里路 人物尝巴士 但投射门 乃是友谈地坏语 人他地坏语 永长寿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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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支是弟兄唱 第二支是姊妹 第三支大家请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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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不著不是彈求是嗎 乃是靠神的話語 任祂的溫語永遠長處 哈利路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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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無給祂照看尼無 嘲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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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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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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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 哈利路雅 接著我們會唱《有福的確句》 哈利路雅 哈利路雅 耶稣送我 我感到心想 你也會永遠 回富山口 你得高速 作聲令歌聲 無血世情 即使我生死 我的時光 當未我靠 追悼夜的光 即使我生死 我的時光 曾經我靠著 早夜暢亡 如全身復全 快樂無悲 連彭旁的迴遇 卻在我深淚 全時帶傷性 有天光蘭 全保住的魔 上 relief 众许晗 祢是我生死我的死狗 赞美我求主就役着我 这是我生死我的死狗 赞美我求主 早也祥话 祢全身复权 万事各地 我再救主 祢都满身怀 只要让我住 平静登堂 满得住人怀 争与全培 这是我生死 我的时光 赞美我求主 早也祥话 这是我生死 我的时光 赞美我求主 早也祥话 诗哥到此 将试日交给主席 好 诗哥刚才有唱到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靠神后来的怀疑 好像在圣经里面很多委员 罗亚 以乐以利亚 和若伯 他们能够过着 敬拳道日 圣经说他们 敬拳道日 他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他们是靠神的话语 他们遵行神的话语 现在我们要进入去 读今日讲道的经文 之前我想帝英姊妹 如果你们的电话还未认识 我希望大家认识 去变回镇基 因为我们由孙朝的时候 我们已经进入了敬拜 所以我想大家安静进去敬拜 不要有电话来响 有骚扰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我们会用和合本的修订版 所以大家请看上面 我们会用啟应方式 我读第一节 大家就用第二节 大家跟那个powerpoint来读 路加福音六章一到十一节 他是这么说 第一节他说 有一个安息人 耶稣从墨田经过 他的门头窄了墨水 用手戳着吃 有几个安息人 你会有什么做安息人 耶稣回答他们 耶稣回答他们 大为我跟从他的人 击我事所做的事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从墨田经过去的所说 他无人的事 又有他跟从他人的事 这人为我祭祀可义的 敌人都不可义的 他又对他们说 人只是安息日的子 又有一个安息日 耶稣准备会访 家族人 在那里有日有日 他也有手维促了 民事和法利塞人 窥探耶稣 会不会在安息日治病 唯要找把柄告他 耶稣对他们说 我问你们 在安息日 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哪样是合法的呢 他做乱是重人 对他人的主 生生俗俗俗 他也有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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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今天我们有素牧师 当中 我们将时间交给素牧师 但是我们能够善用 叫我们都可以更好的去认识 去亲近你 我们恳求主在这个时候 在我们的崇拜中间 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 你打开我们的心 我们亲近你 你都亲近我们 帮我们说话 我们多谢你 祈祷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主耶稣在这个世上 三年的全道的生活里面 我们在读四福音 我们看到 时常都引来很多群众 很多的人追着来 当中固然有些人是想 听主耶稣讲的道 很喜欢听 也有一些是因为他们的病 想要得到医治 但是中间也不缺少 一些当时的宗教领袖 对于这些宗教领袖来看 他们去听耶稣讲 看耶稣做事 其实他们有一个心 就是想用我们的广东话 就是如何夹着耶稣 在圣经里面 这些人在窥探 那个意思 就好像今天我们用夹字 看看是怎样做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的印象 觉得耶稣是怎样呢 耶稣是一个 经常帮那些税利和罪人 喝喝食食的 对于这些法尼采人 他们就认为 那些帮罗马人收税的人 是不结症的 至于在宗教例上是不结的 还有那些罪人就更差了 所以我们不能帮他们来往 我们要保持分开 那我们才是圣结 但是耶稣呢 如果是圣结的话 为什么常常帮那些人 那些税利那些罪人 喝喝食食呢 这个就是他们对耶稣的 一个印象和评语 但是更甚呢 就是他们呢 觉得呢 在他们看来 耶稣呢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 规矩的破坏者 一个rule breaker 他呢 事上犯规的 尤其是呢 是触犯我们所定的 那些安息日的一些规矩 所以今天我的主题呢 就是耶稣犯规 不过呢 有人呢 看了这个题目 他就说 哇 你这个题目 好像比我觉得 耶稣犯规 所以呢 你要留意 耶稣犯规 就是有个人 在这里 才说明 这个是有特别的意思的 这样的意思 耶稣犯规 讲到犯规呢 有时候 你终于 你会每天听新闻的 如果呢 听到新闻的时候呢 今天这个世界呢 我们时常见到 一些各与各之间 会怎样 互相指责 对方呢 是犯规的 那究竟呢 哪个对 哪个错 哪个是 哪个非 啊 真是呢 眾说纷纷 莫充一事 是吧 其中一个呢 你不能够断定对错的原因呢 是因为 就是 各方呢 都是以 自己的 那个 规矩 来去做标准 去審计 对方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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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呢 无规无矩 就是 究竟 说是无规无矩 那究竟呢 规矩 是什么呢 什么叫做 规啊 规 照字典解释 不是乱来的 规呢 其实就是 圆规 圆规是用来做什么的 画圆 有矩是什么 矩是这样的矩 矩呢 就是一个 我们所说的角尺 矩 矩是用来做什么 用来画方的 比如这个长方形 四方形 那样 那呢 我呢 就将这个 矩 当我放上去的时候呢 我想弄它小一点 拉它小一点 拉它小一点 这个矩呢 应该是多少度啊 九十度啊 当我拉下去 是这样的 不行啊 如果呢 一个规 已经规了 就是说呢 譬如这个 那个圆规 那个尖 那里的脚呢 它是要插着 那些纸 那些木 然后你才画到 那一个正的圆 但是如果那个 脚呢 已经规损了 歪了 譬如 这样画不画到 很标准的圆呢 画不到 如果呢 那个矩呢 不是九十度 抹开了一些 那又不画到 那个方了 所以呢 就是 规是用来画圆 矩是用来画方 所以中文呢 就将 规和矩 两个合起来用呢 就引伸成为一种 一些规则 一些条例 你跟着去做呢 就对的了 那这个规矩 如果一个人说 做事没有规矩呢 即使说呢 去做事呢 是事上犯 就是 不对的 不好的 这个意思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呢 法利塞人 他们对守安昔日 所定的 很多的 他们定出来的 那些传统 那些规矩呢 他们定的 这些守安昔日的规矩呢 都好像一个 规了个圆 或者歪了个矩 那样 整出来的圆 又不像圆 荒又不像荒 所以他们就是说呢 当他们用 他们自己的标准 来衡量 去认定 去衡量主耶稣的时候呢 他们就认为 耶稣是犯规 因为 那个规矩是他定的嘛 耶稣做的事不合 他们所定的规矩 所以如果你说 究竟呢 耶稣这么好 为什么那些人 要杀害主耶稣呢 如果我们从一个 神学的宗教的意来看呢 就是说 哦 耶稣死呢 是因为耶稣 要做我们的 什么 替罪羔羊嘛 他死就是代替了我的罪 让我可以得属罪嘛 做什么呢 做什么呢 小时候见到 那些中国人 初一十五拜祭的时候 要做什么呢 要做什么呢 要做一只鸡 要做一只猪 做什么呢 其实是说 他流了血 他是一个滞生 就是他代替我的罪 以色列人呢 就不是 湯雞湯豬 就是呢 牛啊羊啊 窮呢 不可以有牛羊 那样呢 不可以有那个能力 就 一个八甲 半靠 就是用 小一些 但是都是一个 流血 就是表示一个生命的意思 那这些呢 都告诉我们 其实指向耶稣基督 那个代塑 要有耶稣基督 这个生命 代塑 我们才得赦罪 但是从 这个是从那个宗教 从神学的意义去看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从当时那个 社会环境 背景来看呢 我们看到 为什么这些宗教领袖 这么恨主耶稣要杀他呢 他们不喜欢主耶稣 其中之一 刚才我们说的 专门是帮那些 瑞利罪人 饮饮食食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 事上触犯安息日的 那些规条 我们定好这些规条呢 他呢 事上是 故意的 公开的 这样触犯 所以呢 他们就觉得 我们要随灭了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 触犯我们所定的 那些规矩 虽然是这样 虽然这样做呢 会引来杀身之禍 但是耶稣呢 却是呢 刻意的 公开的 来去挑战他们的 那些规矩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耶稣呢 想要借着这些 公开的挑战呢 来去糾正这些 法尼赛人 这些当时的宗教领袖 他们对 神所定的 安息日 那个真正的意义 一个误解 今天的经文呢 我们刚才读过 你在那个程序表里 你是不是见到 有两段 分开 第一段 一到五节 就是 就是说到 那些门徒在安息日 摘一些墨碎来吃 而第二段 就是六到十一节 就是说到 主耶稣呢 在安息日里面 医好了 一个 手萎缩的人 如果你读和合本呢 就是说 手枯干 手枯干 即是什么呢 其实是手萎缩了 你有没有见到 那些人的手萎缩 有没有见到 我见过 我见过两个 就是从小的记忆 我见过两个 而有一个是我认识的 这个我认识的人 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 他帮他太太两个人都很敬虔 有一只手萎缩了 就是小了 那就做不了什么 这两个事件 那我们呢 这两个事件是放在一起的 有一个安息日 又有一个安息日 那是不是说 第一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呢 不是 不一定 而是 路加是刻意把 这两个安息日 一年放在一起 记载下来 是有关主耶稣帮 把这些法利塞人 冲突的事件 放在一起 目的呢 就是要表明耶稣呢 在第五节那里 耶稣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是安息日的主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怎样才叫做 真正的首都摩西律法里面 所定的安息日呢 耶稣说了算 就是好像有时候我们说 我说了算 我说了算 就是我说的 那个才是真正是对的 耶稣是安息日的主 之话 怎样守安息日 耶稣说了算 是安息日的主 那之后呢 我们就先看第一件事 那我们读过 这件事记载得很简单 就是那些门徒有一天 在安息日的时候 经过一个墨田 就摘了一些墨碎 用手搓了 那样就放入口里去吃 那些法利塞人呢 就说 喂喂喂 你干嘛做了安息日 不合法的事 好 我们先看这两节 那些门徒摘那些墨碎 和搓了去去吃呢 有没有什么不妥呢 有没有什么不适呢 有没有什么不适呢 行不行呢 你走去人家的田 那你摘来吃行不行呢 如果你走过哪间屋 他还有一棵毛花果 不过不是在街外 在家后院那里 那你就打开了篮杆 进去里面 那样摘来吃行不行 那个人出来找你了 如果你进去 还拿着袋子进去摘 那样更加不行 是吧 不过在以色列的律法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条例 是吧 在《生命记》第23章 第24、25节 他说 这篇篮轮写的葡萄园 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 指示不可装在器命中 哇 是不是很好 你去到哪里有苹果 你走又吃饱了 你不用又给钱了 你进去吃饱了 你不要拿个桶 拿个东西进去装就可以了 你进了轮舍 站着的和家 啊 生得很好 你可以用手 来摘下来 和和本义 那个字是合了 才是撕下来 指示不可用廉刀去割 不可以大执大执地拿别人 但是你拿少少是可以的 那这个律法是做什么呢 摩西这个律法 神吩咐摩西这样给以色列的律法 就是 在以色列这个社会里面 是一个很和乐的一个社会 你可以想象 窮苦的人呢 你可以去到别人的田里面 拿一些来饱你的肚 你不可以贪心到去收割 就行了 这个是律法 这个是律法这样规定 所以当这些门徒呢 经过那个田里去拿贼来吃呢 其实是摩西的律法所允许的 不过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那一日的时间 他们做这件事的时间 那一日是安息日 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 对于那些当时的宗教领袖来看呢 就是你撕下来呢 就等于你好像收割 那样安息日是不可以收割的嘛 不可以做工的嘛 你又走去收割 收割都还没说 你还搓了那些外面的壳出来 就是你在那里打谷 打完谷你还放入口之后 你烹煮来吃呢 就是犯了三个条例 那我们用想象力去想想 当时那些门徒那样的时候 那些法尼赛说 喂喂 不可以啊 那或者那些门徒 会不会有一个呢 或者比德 那有什么不妥啊 那有什么不可以啊 那那些法尼赛人呢 可能就会 你扎就可以 不过今天就不可以啊 那可能比德呢 就说 为什么今天不可以啊 哪个说啊 那些法尼赛人会怎样啊 我说的 好像什么看电影 我说的 那些法尼赛人是我说的 哦 他说的 就是他们 就是这个呢 就是法尼赛人 他们将他们 那些传统所定下来的 那些规条 规矩呢 还凌鸽在上帝的界明之上 圣经吩咐什么 他们有他们的解释 加多些 规条 下去 要守这些规条 守下 守下 守下这些规条呢 慢慢就会变了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规条 原本的意思是什么 我听说 有些西人的教会 他们对圣经里面那个 叫做英皇任定本 是尊重有加的 你看英文版的圣经有很多的 其中有一个叫什么 King James 那个 他们就认为 读圣经应该读King James 不应该拿些什么 NIV NT 那些 那些 其实呢 他们这样的尊重 认为应该要读King James 那个是上个世纪 百多年前的事 那时候的人 圣经是拉丁文 希腊文 普罗大众 怎么读 那有人就将圣经译了 英文就被 好多人都可以看到圣经 所以就出了一本King James 但是一百年后 超过一个世纪之后 今日读英文的人 就不是用King James 那些英文 是用今日的英文 等于好像我们 今天讲话 有没有人 知乎者也 这样文言文的 没有的了 今天他们讲的是 不单止白话 白到越来越白 这样才是全神 每一个时代 语言是一直变的 你拿一本字典 是五十年前的字典 不同的了 所以我 有一次 我去找一本字典去买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 譬如那个池 池海 池源 原来在中国出的池海池源 每五年 好像是五年 他们就会更新一次 加很多新字 以前 必如有说粉丝是什么 粉丝 粉丝 你去那里买 你便煮 粉丝虾米 不过 今天的字典加多粉丝 是有另外一个解释的 是吧 有一次 有个字典说 胡锦涛是什么粉丝 胡锦涛变成粉丝 原来 今天的字是不同了 语言是继续 跟着的时代不同的 有些人 一定要谈谈 他们不知道 其实 最早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回到原因 那些法利塞人 他们最早要守安 但如果有些人守得不好 怎样 定定定定定定定 很多些规矩 定下定下定下 一定要照这些规矩 就忘记了本来神的心意 是什么 那些人守得不好 那些法利塞人 你们一定念过, 你们是宗教领袖, 教圣经的人, 你们一定念过这件事, 但为何入了神的居所, 当时未有圣殿, 他拿那些公饼, 公饼, 公就是公奉, 在和合本就叫陈切饼, 他吃, 他又给跟从他的人吃, 但是其实在摩西的律法里面, 这些饼是给哪些人才可以吃, 祭司才可以吃, 其他的人不可以吃, 原来陈切饼或公饼是十二个, 代表十二个支派, 摆成两项, 一项六个一项, 每道安息人就要拿来换身, 拿来的那些拿去哪里, 给祭司吃, 其他的人不可以吃, 为什么给祭司吃, 其他的人不可以吃, 因为祭司是没有产业的, 十二支派里面, 尼米人没有产业的, 所以这些就是等于给他们养生的, 维持生命的, 所以给他们吃, 这个时候大卫和跟从他的人, 是很匆忙的走难的时候, 逃避素罗追杀的时候, 他们什么都没有带, 他们饿了, 所以祭司给他们吃, 在以色列人的理解, 法律人的理解都没有说大卫不行, 不对, 所以耶稣用这件事, 说出祭司吃的那些饼是维持生命的, 那么大卫和跟从他的人, 他们在饥饿的时候, 祭司给他们吃是可以的, 是并没有触犯了那个戒命的, 这样的意思, 所以其实神定了一些规例, 比如在这件事上面, 神是为了人的生命, 可以有更好的一个享受, 更好的去表明人帮神那种的关系, 和维持一种好的关系, 所以神设立安息日, 在很多奴隶里面, 要安息下来, 给人的生命得到复原, 给人能够在心灵里面, 可以得到复原帮神, 都可以有一个好好享受, 帮神的关系, 所以如果是为了生命的需要, 你去犯了一些律法, 在这个例子里面, 主书的意思是, 这些是OK的, 当你去到停车, 有人打烂了车的玻璃, 然后你会怎样? 有人犯规, 那看看谁犯规, 这个犯规行不行? 这个犯规行不行? 逮捕他, 同样是打烂玻璃, 那一个打烂玻璃的目的是什么? 救人, 里面有个BB就快要焗死了, 还等, 还有另外的那个, 他留了一个锁匙和银包里面, 他就踏烂玻璃是为了什么? 透明, 那个目的又不同了, 所以你说, 犯规啊, 看看是什么原因, 所以, 如果为了保持生命, 就算犯了一些规律, 尤其是法律上定了一些规矩, 耶稣的意思是OK的, 神定这些, 安息这些律, 来是叫人可以享受, 叫人可以在很多的生活的劳苦里面, 是得到一种血色, 可以享受帮神的关系, 你有没有享受过这种关系呢? 或者太过匆忙呢? 神叫我们可以暂时放下那些熟物质的那些事, 那些的担心, 来去进入一种帮神同在的那种甜美心灵的享受里面, 所以安息日, 如果为了维持生命, 你犯了它是OK的, 神所注重的是那个神的爱, 神的界命, 而不是一些规矩, 安息日, 设立个原意, 不是要伤害人的生命的, 但是这些法利塞人, 他加了很多的传统, 就慢慢慢慢变成僵化了, 要人去死守, 使得很多的港大的当时的犹太人, 就觉得这些规矩, 就成为了他们的劳苦重担, 所以耶稣就犯劳苦丹重担的人, 你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给你安息, 这句圣经我们读起来, 真是舒服, 好像一个枕头给我们, 揽着睡觉, 舒服了, 其实如果我们去了解一个上下文, 当时的背景, 原来是说那些人, 被这些规条压得很辛苦, 主耶稣说, 劳苦丹重担的人, 来我这里, 我给你得安息, 今天我们华人, 我们是不是都很多民间信仰, 所延伸出来的, 很多禁忌, 是不是不知不觉, 都成为了我们华人的重担, 这些想法, 我们觉得禁忌这些东西, 其实是根深蒂固, 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好像在我们的血肉里面, 有时我们帮一些人聊天的时候, 尤其是年纪大, 那些人才信住, 有时, 哎呀, 阿忠, 你不要说不信啊, 有些事情是, 这些是不行的, 生日不可以这样的, 有些害怕在里面, 有些说, 哎呀, 床不可以这样摆的, 会有一些害怕的, 哎呀, 你家最好低一点什么呢, 有些水声, 其实这些是不一而触很多的禁忌, 尤其是都过年过节的时候, 但是我们要思想一样东西, 当你想到, 哎呀, 把床这样摆得不行啊, 哎呀, 这个镜子这样摆得不行啊的时候, 不问一个问题, 和福谁定, 是不是一些守一些规例可以引来福, 或者招来和呢, 或者上帝那一位生命的主宰, 才是那位定和定福的那一位呢, 在路加方的第六章里面, 因为对这些法利出人的冲突, 好像一种新旧之间的冲突的时候, 跟着路加在下一次的第六章之后那些, 我就会讲到和福, 真和真福, 真爱, 真生命的根基等等, 这些耶稣是继续讲, 这些路加是继续铺排下去的, 记住, 主耶稣说, 劳苦担重担的, 去到主耶稣那里可以得到安息, 因为和福是有主定的, 继续我们看到第二个安息日的事件, 就是医好一个手萎缩了的人, 有另外一个安息日, 主耶稣进了会堂教导人, 有一个人是右手萎缩了, 那些文士法利塞人就在那里又再盯着耶稣, 你看看耶稣会不会又在那里安息日医病, 他们不是想, 哎呀, 这个人真的很惨, 耶稣刚好来到, 快点医好去吧, 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心, 但是当时那些宗教领袖说, 看看耶稣有没有又在医好去,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那个人说, 站在中间, 为什么要站在中间呢? 众目攜攜, 个个都看到, 给大家看到, 耶稣是故意是这样的, 公开地站在中间, 叫那个人来, 那个人就站在中间, 耶稣就问周围的人, 在安息日里面, 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哪样是合法的, 就是耶稣看, 如果你不去救一个人, 你就等于行恶一样, 亚国书怎样说, 如果你知道行善不去行, 这个就是罪的了, 不要说我没有害人, 救我, 至善不行, 亚国说这个都是罪, 所以说, 安息日, 狗命害命, 行善行恶, 哪样是合法的, 那些人就不回答, 然后耶稣就望着中人, 是马可福音仲, 耶稣怒目望着那些人, 不过呢, 路加就没有写这样, 因为路加的重点, 是放在那个安息日上面, 他就对那个人伸了手出来, 那个人的手已经萎缩了, 伸了, 不过耶稣的说话, 他听他顺从, 他说真的可以了, 那便好了, 那一手伏完, 那些法利塞人, 那些宗教领袖就觉得很生气, 他们要想着, 看看如何对付这个耶稣, 这个就是这个事件, 大概是这样, 耶稣呢, 其实我们可以想, 究竟耶稣呢, 可不可以,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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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帮这个手护肝, 等一会散会, 你不要这么快走, 我医好你, 或者, 等今晚过了六点, 过了六点, 我医你, 因为过了六点, 就是过了安息日, 行不行, 行, 当然是, 一不再不是这样, 你怕今晚太多人, 你见不到我, 不要紧要, 喂, 你去那里, 去厕所, 去厕所, 或者去哪里, 总之有一个隐密一点的地方, 我去那里, 拍你一下, 你好回就行了, 哪有人见, 是不是, 耶稣可以这样做的, 甚至耶稣都不需要这样做, 耶稣吩咐一声, 在心里面吩咐那些人都好, 是不是, 不过耶稣就是要叫那些人出来, 公开这样做, 因为耶稣要挑战这些法利财人, 他们那些规条是不对的, 这样的意思, 耶稣要让那些人知道, 这个人的痛苦, 他不能做事的了, 他一定很穷苦的了, 这个人的痛苦是应该要立时得到舒缓, 虽然耶稣可以等一会儿再做, 不过耶稣要加一会儿再做, 因为他要证明那些法利财人, 那些规条的僵化, 这件事告诉我们, 如果有人在那里受苦, 我们去做医治, 去祝福, 去减轻或者除去人家的痛苦, 这件事是神所, 喜悦的, 好撒玛利云的故事, 讲到祭司那个尼密人, 见到一个被打的人, 那接着又怎样,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就走了, 哎呀, 我都看不到, 走了, 干什么呢, 哎呀, 免得一会儿, 就是他一会儿万一, 就是他那些半条人命一会儿死了, 那我就变成不结了, 我怎么去圣殿做事, 就是有些规条的限制, 但是当他们这样做, 注重这些规条的时候, 就变成了, 他们将那个神所更加重要的, 那个道德的要求, 做人的责任都吊弃了, 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两件事, 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反省, 第一件事, 就是那些人饿, 好似大胃饿, 饿, 如果没有了食物, 人会怎样, 再没有食物, 那又怎样, 分直的了, 就是生命有关的事, 这个食物是生命有关的, 所以第一件事, 第一件这个安息日的事, 就是说, 维持生命是必须的,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第二件事, 这个人不是流血不止, 这个人痛苦, 不过不能死, 所以那些法律商人, 他们的规条就是, 如果一个人不是流血不止, 不是立刻死, 你可以帮他止血, 你不要医他, 止血先, 过了安息日才医, 但是你的宗教领袖, 你不是懂得医学的, 你懂神学的,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 是不是真的一间, 你止血, 一间他都去完呢, 医生才知道, 医生有时都看错, 是不是, 所以舒缓人的痛苦都是必须,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一件事, 维持生命是必须的, 第二件事, 舒缓缓和人的痛苦都是必须的, 这个才是神的心意, 耶稣为了神的心意, 他可以去犯规都可以的, 他犯那些规, 就是法利畅人那些规, 他没有废弃了安息日, 那个上帝的更高的心意, 带给人一种真正的生命的解救, 痛苦的舒缓, 譬如大卫为了维持生命, 他就吃那些饼, 门徒为了维持生命, 他可以拿一些墨碎, 无论安息日或者其他的日子, 如果有人有难, 我们需要伸出援手, 这个才是神的心意, 哎呀, 我今天不能够来崇拜了, 因为我带着一个人去夹正室, 可以吗? 哎呀, 明天我不可以来崇拜了, 因为我女儿的同学派对, 我要去生日会, 这样又怎么算? 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 在安息日或者守诸日, 守神的命令上面, 如果我们去救人, 去助人,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我们说, 哎呀, 其实我们很常有, 小孩那一世的时候, 哎呀, 同学生日, 当然是礼拜日, 现在父母礼拜日放假, 我要带他去参加生日会, 这个礼拜日我不守诸日, 我以前是从来不会将, 石楼哥在礼拜日带去什么会, 什么会, 老兄, 这个礼拜日就是我的底线, 我们要有一个原则才行, 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是表示了我们是尊重神, 因为尊重人, 如果你说, 哎呀, 他请我们, 我不去, 不好像不尊重他, 那你怎么回答, 那你看看, 你尊重神多些, 尊重人多些, 有一次, 以前有一个同事, 他专, 就是很, 我不懂, 不想用太不好的词形容他, 同事之间, 他时常是给人一些不好的东西, 对我来说, 他好像经常是, 总之都是, 说虾又不是虾, 总之是给我很多流难的东西, 那我又不太去抗拒他, 那有一次一起做事的时候, 又在那里说些说话, 很不好的, 那另外一个人就看着我, 哇,Martin就叫我, 那你都忍得, 我真的服了你, 那我又懒你去说, 说一说一说, 一会他说, 这人就说, 为什么我跟你说话, 你不回答我的, 你这样是不尊重我的, 那当时我说, 不知道为什么又会这样回答, 我回答了这句话, 后来我发现, 这句话真是这么小的, 我都猜不到, 然后我怎么回答我, 我就轻轻说, 如果你识得尊重人, 人家就识得尊重你, 那他又定了, 之后都定了, 从那个之后, 直到我持功之前, 他对我的态度是不同, 远远见到我, 又叫我打招呼, 帮我不同了, 你识得尊重人, 人家就识认重你, 在人制关系上面, 我们必须要见到, 尊重神, 又是尊重人, 当我们带人去急症室, 那个是什么, 雪中, 送炭, 但如果那个party, 我不去聚会了, 那个叫做什么, 感上天花, 那我们做哪样好呢, 求主帮助我们, 其实神赐给以色人, 一个安息日, 这个律法, 是要神的子民享受帮神的关系, 同时都是一个神的子民, 帮神的关系的一个记号, 今天你有没有被人看到, 你一个做基督徒的记号呢, 那个记号是什么呢, 其中一个很外表可以看到的记号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定守主日的, 当人家看到你帮别人不同的时候, 人家看到你帮神的关系那种美好, 你去守主日就是你帮神的关系那种美好, 这个是我们要留意, 神定的安息日, 是为了给那些做奴隶的以色列人, 去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休息, 你想想去做奴隶的时候, 做多少日工呢, 没有休息, 没有放假的, 如果你初来加拿大, 有没有谁试过做两三份工呢, 拜日做到拜五, 拜六再做, 拜日再做, 或者有时你做到很忙的时候, 礼拜日加班, 加倍, 双倍, 为什么这么做, 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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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礼拜几天, 我怎么知道礼拜几天, 我都上班, 突然间一天, 今天放假是有钱的, 你的心情如何, 华, 轻松得几厉害, 那些以色列人, 做奴隶做了几多年, 一出了埃及神给一个律例, 将来你去到那个流难, 又知道你有一个安息, 那天是什么都不用做, 坐在那, 休息, 敬拜神, 哇, 几好, 是吧, 神吩咐那些人, 在那天的目的其实就是享受, 去敬拜神, 给你休息, 那今天我们守不守这个日, 我们守主日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都要留意这一件, 我要有一个休息, 有时候讲坦白话, 以前一直, 我觉得圣诞节, 我不是几人灾, 因为太忙了, 其实应该是, 一些节日应该安静下来, 有时候忙一下, 忙一下, 忙到好像很乱, 那个不是安息, 要安息, 那我们怎么在忙到的生活, 守安息呢, 有一个人是说, 当他读圣经读道, 啊, 以色列人要献初熟的果子, 就是刚刚熟那些献送给神, 那我们呢, 去引申一下那个意义, 初熟的果子, 每一日, 一日起床的时候, 最早最头的那几分钟, 你就当那是初熟的果子, 行不行, 一早起床, 将头的那几分钟, 献给神, 其实讲几分钟, 可能是, 可以十分钟的, 十五分钟的, 一个星期, 你献一日给神, 是守住日, 那每一日, 献上给神头的几分钟做什么, 你可以读一段短短的圣经, 跟着那里来祈祷, 你可以呢, 每个人有手机, 耳其摸手机, 手机里面有一个什么, context, 那个app, 你里面有很多些, 帮你那些, 帮你那些buddybuddy, 很多些人的名字在那里, 那你开了那里, 你不是按他打电话, 他还没醒的, 你看到他的名字, 你就为他祈祷了, 行不行, 行而已, 是不是, 这件事, 我都提醒我自己, 有时礼拜四的那些奖, 你这么好记性, 我来得两次, 你记得我的名字, 我为他祈祷, 就记得他的名字, 你知, 拿他的名字, 今天为五个人祈祷, 第二天再为另外五个人祈祷, 每一日, 你可以这样献上给神, 这一个安息, 求主帮助我们, 真正的安息, 享受帮神的关系, 真正的安息, 表现出那个记号出来,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书, 我们多谢你, 让你赐给我们安息日, 要我们享受, 享受一个丰盛的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在我们忙碌的日子里面, 我们去享受你, 我们祈祷一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今天的信息到这里, 多谢大家, 我们多谢苏穆斯给我们的讯息, 让我们再次提醒我们, 当色日, 我们是否将主来拜行守卫呢, 让我们一起唱我们的回应, 并试过当主眼, 仰望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elsior 让各恒恨门风 让望着耶稣的光明 你生命得活活奉行 我全家一方耶稣 凌晨在客几秒之忧 在求主永远一面大光众 世祖先要天归去我 主已送死我进入永生 我没随着痛向心理 我没法再悲罪断分开 一朝主已得性犹豫 我全家一方耶稣 凌晨在客几秒之忧 在求主永远一面大光众 世祖先要天归去我 各处地亦去永不改变 许靠它们是梦人变 快去增加尊备的靠人 全靠它们是梦人 当全靠它们是梦人 平静在它旗表自如 在座主永叫人殿大光照 世俗事别要天归去我 请坐 现在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唱赞美诗 赞美诗 我们唱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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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低头领受神的祝福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上与在座各位同在 从今日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请坐吴厄土之后神会